哦哦 这一棵幸福树缺水了 大家看它的这个叶子 都已经是粘下来的 可能是这几天太阳又大 然后这个风又大 昨天晚上又没给它们浇水 所以这个盆土非常非常干了 所以这个夏天的早上 一定要来观察一下 你的这个花是否缺水了 如果缺水了得赶紧给它浇 否则等太阳出来了 这个花一晒就粘了 像我的这种还是轻度缺水 现在浇下去很快它就能恢复 赶紧来浇 哇这个迷迭香也是一样 这个花盆很轻很轻了 我一般浇水都是垫一下这个花盆 不要打架 垫一下这个花盆 如果这个花盆很轻了 说明它就很缺水了 哇还有这一棵没有上盆的这个杜鹃花 大家看这个叶子粘成这样了 主要是这个土也不行 一点都不饱水 大家看这个土一浇 它就全部都流走了 所以这种土浇水的话 最好就是用浸盆的一个方法 能确保把它浇透 否则你就这样一浇 它全部流走了 那么这个水就没浇透 要不了多久它还是会粘 再给它清一下盆 搬到一盆水 然后把这个花盆放在这个水里面 让它稀一阵子 除了这一种比较板结 这个水一浇就漏掉的土以外 还有就是那一种土 就是浇水浇在上面 这个水迟迟不下去的这一种土 比如说这种很严重的田园土 也可以用这一个方法 这样的话才能把它浇透 就像开箱子绳子维持人 就像一种土